北約真的看起來很廢 之前那架無人機去了克羅地亞 遇入無人之境 原來說那個無人機有炸彈綁在那裡 不是偵察用的 現在的消息傳出來說有炸彈在那裡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飛一千公里都沒有人察覺到 這個大不大麻煩 哎真是 但是北約現在最無能的就是美國人 拜登現在國內都有壓力 就叫他快點出兵 或者快點搞個禁飛區 怎樣都要做些事 因為現在你這樣做 他們就耗著 烏克蘭就肯定收皮 搞個北約禁飛區 不搞烏克蘭禁飛區 不搞烏克蘭禁飛區 所有北約境內都是禁飛 行不行 哈哈哈哈 現在就禁了俄羅斯 他禁了 即歐盟就有禁飛 歐盟禁了俄羅斯的機 但是他不是他要禁軍機 最主要是他要在烏克蘭的上空 做一個禁飛區 那不行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跟俄羅斯宣戰一樣 但是現在你畫了紅線 告訴俄羅斯你不宣戰的話 那肯定可以預知的結果 就是烏克蘭人差不多會死了 要不就是俄羅斯慘性 要不就是烏克蘭慘性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現在他們做出來的事情 是完全不合理的 其實你想想就知道 有什麼理由呢 我只是提供軍火給你 你們烏克蘭人自己去打 你自己搞定 我支持你 哈哈哈哈 就這樣 你自己去打 說真的 哪裡有能力去打 如果沒有西方的支援 說真的 你怎麼打 最後都會輸 是實在輸的 是實在輸的 Cawingell就說 無人機戴上核彈頭 現在沒有說到 戴上核彈頭 現在是說有爆炸的 可以爆炸的 有炸彈頭 在那裏 是有炸彈 他是這樣說的 即是 你北約其實 現在這樣說 你第一件事 去了克羅地亞 其實你已經可以 向俄羅斯抗議 對嗎 沒有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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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的情況 就是 不知道俄羅斯好彩 還是北約好彩 我想北約 其實他根本 都沒有想過 會動手 即是如果有東西 這個是浪費冷氣到不得了 北約沒有想好彩 好彈得 這次 死都不肯動 西方其實有很多意見 都是說 要怎樣做多事情 去幫助烏克蘭 即是 美國那邊 他們已經有 一些議員 就說一定要搞禁飛區 或者一定要 美軍就要參戰 即是已經有這樣的呼聲了 這個呼聲還要越來越大 所以我之前就說 會不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都是很難說的 因為 問題就是 北約和俄羅斯打仗 北約和俄羅斯打仗 都是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怎麼都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果是一架的話 當然 拜登 是說 盡量避免這件事 美國和北約的盟友 基本上就是保障 每個北約成員國的利益 防止戰爭 或者戰火波及到北約國家 這樣來說 是否真的可以 真的有用呢 我的看法 我也很懷疑 如果 波羅的海那些地方 即是被俄羅斯打仗 那你真的會不會去 出盡全力去 支援 這些波羅的海的國家呢 我是很懷疑的 其實 即是你說 因為烏克蘭沒有簽約 不是北約成員國 所以 你就不幫忙 那好吧 那 如果 真的 要去 跟俄羅斯 因為他們的論述就是這樣 會跟俄羅斯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果 俄羅斯去打這個 如果 我只是說假設 如果俄羅斯去打 波羅的海三國 隨便一個 那 都會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 如果你這麼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 那 你就不用打了 因為全球行 是啊 是啊 那 你 說什麼 其實 我 其實 現實就是 就是 澤連斯基 他就說 要北約那些國家提供戰機 那 好了 拜登就說不行 拜登說 哦 那我提供戰機給你 那就會升級的了 這樣 那 但為什麼又可以給一些 堅托式的東西給烏克蘭 那些不是升級嗎 或者堅托式 那些都是升級的 那些都是升級的 本來他只有AK的 你給一些堅托式的東西 那些都是升級的 所以現在根本 每個都是升級的 其實是 那當然 美國的論述就是這樣的 美國的論述就是 哦 如果烏克蘭有 更多空中的力量 俄羅斯就會摧毀這場 和維修設施來回應 那就是摧毀了 那事實 你有沒有戰機 他都會摧毀你的機場 對不對 其實美國佬究竟在做什麼呢 坦白說 這次 本來 北約好像很吸引 其實每個人都想進去 本來去到一個位置 每個人都要進北約 但是現在看清楚 其實 你看看美國的取態 美國的取態就是 拜登說過很多次 我們不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畫了一條紅線給自己 我們一定不會和俄羅斯軍隊正面交鋒 如果你在烏克蘭不會和俄羅斯軍隊正面交鋒 如果北約一個國家集的話 你是不是都會說回同一番話呢 不是 因為他進了北約 你都打的話 我們就和你打過 這樣 那也是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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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他們在搞什麼呢 我操錢的看法就是 美國人在等著一件事 就是等著 有些 導彈射到波蘭 就是我操錢的看法 就是我操錢的看法 然後死了一堆人 有一個理由的 始終都是需要 對 就是 現在美國在等著一個理由 但是他在等著那個理由的時候 其實不斷在削弱 他自己的論述 其實就是 我當然不想打仗 但是 如果美國人 做事就做得好看 做戲就做得好看 知道嗎 你也要叫大家去和談 美國人從來都沒有叫大家和談 現在只是不斷地叫 中國你叫他和談 喂 都不關中國的事 對 是不是 他們現在的當事 這個北約 越看越像 這個子老虎 其實是 我想 芬蘭和瑞典 他們都是在密切觀察 正在觀察 我操錢的看法 就是 他們都是在觀察 究竟要不要進北約 如果現在這樣的情況 入了也沒什麼好處 交會費 有欺事上來 不一定幫忙 我剛才害怕 保護費 照給 還有一次 看到英國又走了 這個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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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他其實還是北約的 但是他不是歐盟 不是 不是歐盟 是啊 他是北約的 他還是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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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不斷的 BNO祖國當然是 但是現在你看看 BNO祖國 他整個防火牆之後 衰得如何 當然他們說 我們都會接收一些烏克蘭人 我們還會叫烏克蘭人 來我們家裡住 不過你要申請簽證 因為有安全的危險 他們脫鉤就是 真的是一個防火牆 其實他們現在 有些猶豫 沒有很多責任 幸好脫鉤了 你看看 不然我們就會有這個 國家會有風險 整街都是 還有可能有俄羅斯的間諜 會滲進來英國 他們現在這樣說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 Visa 我們一定要收簽證 有簽證才行 Jacky Leung就說 俄羅斯遠策歷書 其實俄羅斯本身 他本身是很有效的 他們那個RT 其實是做到事情的 RT是做到事情 還有那個衛星通訊社 其實是做到事情的 本來 但是你一打仗這些 就沒有效 就沒有了 所以難搞就是這樣 蕭德正說 又是亂點煙央譜 中國和俄羅斯是邪惡俗心國 他們一定是這樣說的 但是現在中國 還是要多些駁斥這件事 其實最主要是駁斥了國內的 中俄盟友的言論 尤其是催俄那些 因為現在是要壓停它才行 要壓低它才行 因為現在已經影響到國家了 現在是 現在是很多人 黑意地將內地輿論的方向 將它轉成其他 其他的語言 這些是西方做的 我認為 黑意地做 我認為是跟西方勾結 還要選一些最激進的 說話出來 拿去翻譯 你看看中國人 都這麼瘋 是跟西方勾結的 這個是跟西方勾結的 那些自媒體 他亂吹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是幫西方做事 有些人 其實你看看內地自媒體 有多少是講國家的立場出來的 是沒有的 香港的自媒體都沒有講 我跟國家講錯了 自媒體當然要講我自己的立場 我用不著講 有什麼好聽 有什麼好聽 哪有人like 有沒有人view 又沒有view 你說國家的立場 沒有like 國家講錯了 用你說什麼 有些人是這樣罵我們 所以現在很難搞就是這樣 朱永生你說美國 不是說不接受和談 其實美國嚴格來說 美國在這件事上不是一份子 但是他可以叫大家和談 但是他打了開口牌 美國人就說了自己的意見 他不應該在俄羅斯兵臨城下的時候 你再和他和談 這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美國人就說了他的看法 其實這件事 就是我連自己都知道的 因為你如果被人圍住了 你談判的話 你根本沒得談 其實是 所以難搞得不得了 那麼強勝就是 我會不會是1450 還是剛才那些人會不會是1450 其實有一部分 現在在催俄那些 其實根本在台灣地區 就是台灣地區搞的 所以這個沒辦法的 那 Eddie Wong就說 你在加拿大找到一份報紙 說中國的立場 不如找一隻恐龍做意 其實我們都會盡量說的 不過沒有力氣 被人說我們是假男真王 那些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情況是沒得搞的 當然 美國已經說了 就不會做很多事情 就是它劃死了紅線 其實它劃死了紅線 其實俄羅斯 只要在紅線之內活動的話 俄羅斯是贏的 所以大件事不得了 那Daisy Story就說 歐洲政客傻傻地站在道德高地制裁俄羅斯 其實是在制裁本國人民 其實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歐洲的政客是沒有辦法的 他一定要這樣做 我覺得高地一定要有 我覺得高地一定要有 做政客傻傻 但是歐洲是走錯了很多步 就是當整個歐洲的能源 都是靠俄羅斯供應的時候 你就跟俄羅斯一定要命運共同體 才行的 好了 你想著最初可以說 商業方面可以制約俄羅斯 但是你看到俄羅斯是採你生芒果的 其實基本上 俄羅斯的做法就是生意照做 其實有些 他們覺得牽涉到核心利益的問題 他們根本都不會跟你談 其實就是這樣 你談都不會談的時候 現在你根本是沒有制禁 歐洲的政客 就是歐盟那邊 其實歐盟是指老虎 這件事很早的人已經看到 坦白說 因為每個國家是各自為政的 沒有一個軍隊 沒有統一軍隊 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話 隨時會有人縮出來 他根本就不會理會 歐盟的軍事力量是很依賴北約的 但是 又不是所有歐盟成員國都是北約成員國 但是北約其實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事情呢 其實我到現在也是很懷疑 為什麼我們會說北約是九流流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現在俄羅斯是出兵 就是波羅的海三國 舉個例子 俄羅斯說了他的目標就是要北約 縮回去九幾年的位置 就是東礦的國家 全部都不准加入北約 對不對 那俄羅斯會不會出兵打這些地方 其實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贏了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的 成勝追擊 一鼓作氣 先把丸子丟掉 第一個丸子 那麼喜歡吃波蘭腸 丸子 不奇的 我認為是不奇的 現在的形勢 其實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在中國有一個好處 中國永遠都是 愛國得了 是安全的 體量夠大 14億人 只要大家支持中央做的事情 就可以了 香港就很簡單 支持特區政府 其實大家沒有死 現在最重要的是 看準一點 哪些人借意反特區政府 借意反中央 你認清他們的混蛋 跟他們站開一點 因為 一有事的話 最早搞的一定是搞那些 政治鬥爭的人 我操此的看法就是這樣 節目時間 來到這裏 現在 世界不太好 不過沒有辦法 這些事情 大衛視我們都拍不到 我們只能夠做好自己 希望他們戰事快點完結 是啊 希望他們少些人 搞大件事 因為 你搞得太大件事 其實 大家都 沒有運行 還有 俄羅斯 會出其不意去 打一個 就是 波羅的海的國家 我覺得是很容易 會的 打到烏克蘭 打得其他的 都是出其不意的 這次也是 美國警告了很久 其實警告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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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會不會 隨便 打軟仔 就要經過白俄羅斯 會不會是打其他 其他 隨便一個都有可能 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 大家都是要 謹慎一些 我操縮的看法 好了 就這樣 拜拜